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果达书为您带来的糟团直播比赛结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VG对战OG的比赛 2019年ESR1不明汉战的小组赛 第二个比赛是第二轮比赛 来看一下VG这场比赛的一个发挥 那么这场比赛阵容方面VG是拿出了前两手的天阿默克加上末日 复魂双大的一个阵容 那么OG是看到对方一拿了一手拿了天阿默克以后是掏出了马格纳斯 但是并没有选择在第二手直接去拿出来配合的英雄 那最后一手搬剑胜吧 VG这个阵容 现在比较合适的就是搬掉一个剑胜 那么OG这场比赛已经是托普森的一个中单使命剑 是确定了 3号位的马格纳斯 CB的马格纳斯加上4号位的4 5号位的神域和萨尔 还差一个1号位安娜的英雄 搬火猫 搬火猫 不用想搬火猫 不要多犹豫 这场比赛我这个忘了是OG了 如果是别的队伍的话 这个时候搬剑胜的优先力气比较高 但是如果是OG的话呢 搬一定要搬火猫 他说为什么滚滚被砍了这么多人 还被砍了还这么多人用不明白 一个英雄被砍了 你要看他砍的是不是核心点 是不是足够关键这个点 看看将比赛VG第五手的拿人 现在差的是一个中单位 看看这个中单位准备是去拿谁 直播间这边 咱们的观众如果看不到弹幕的话 可以尝试推出 然后重新进一下 推出关掉 直播间重新进一下 看看是不是刚才因为我断了一次线导致的 这最后一手VG的拿人也是考虑了很久 其实这场比赛OG在最后一手没有搬掉火猫的话 这个火猫上场的概率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达到90% 最后一手VG拿出来的是一个雪魔 大叔虚空这个英雄能上比赛吗 虚空可以上啊 最后一手拿出了一个欧瑞的雪魔 欧瑞的雪魔这个英雄 讲道理没太看懂 因为这个雪魔这个英雄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强化 他就是把大招又改回原来的那个状态了 改回原来的那个状态的话 有了致死能力并且伤害比较高 那么最后一手VG拿出来的居然是一个猴子 没有选择去用火猫这个英雄 给安娜拿出来的是猴子 CEB的马卡纳斯 托普森的神剑 神套太尔的萨尔 以及四号瑞扎克斯的神域 这样比赛OG的这个双将游 是我个人觉得并不太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双将游也就意味着如果前期不刚三 绝对打不过 这是一个绝对打不过的一个双将游 因为这两个将游的输出在前期都过低了有一点点 那就是说弹幕这个 弹幕这个东西看来是应该是有什么政策在调整 因为最近国内在这一块管的查的也是比较严 查的比较严 所以这个看不见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大叔有来台湾旅游过 没有 因为办台湾的那个就是入台证吧 那个叫办那个入台证好像是需要当初问过 需要提供你的收入和存款证明 然后这两个东西我都没有 所以就没法办去不了 我认为大尼 他看得很激烈 好了 进到比赛当中了 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分路 那么这场比赛 前期出门之后方面 看有没有人买鞋 好像刚才看到一双 看错了 那么没有人买鞋 回篮方面呢 也没有人带超过三个芒果 那么双方这场比赛 在出门方面来说 都还是比较稳妥 近战英雄基本上 全都是带着圆盾出的门 感觉这样比赛 这个开局 不会有太多的剧情 话说安娜的这个战位 这个安娜的这个战位 感觉没了 我感觉你摸了 这个小白 小白选择一级加的是电 好吧 小白一级加的是电 然后这个DY这边一级 选择又是加的一个命运之笔 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找到机会击杀了 猴的一级也是选择留点 临时加了一个神经百变出来 这场比赛是让水人跑到中路 水人去中路了 水人去中路 然后雪魔这里选择是一张提笔 直接踢到了上路 让雪魔在上路去发育 这里Jerux一级还跑过去 把对方的兵线骚扰了一下 利用自己的这个净化 把兵线的这个位置往后调了一下 让自己的第一波兵可以直接进塔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兵线下一波的兵线出来 第一波兵快速的被对方消耗掉 然后第二波兵线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靠近到自己 这些特别的安全的位置 中路的对线方面呢 Tobson的这个 穿战甲也是跑过去勾一波兵 很骚气的一波勾兵 这波兵过来以后 看看穿战甲能不能够在中路这波兵上面去 哎有漏刀了吗 没有 军队者这个地方选择是多A了一下对方 这里一个戳 拿到这个补刀 中路的补刀杖来看的话 Tobson依靠着第一波的勾兵 应该说不会去吃太大的亏 输水人A变滚滚 是不是很有说法 水人A杖变滚滚 确实是挺厉害的 这个戳和这个拍地板的戳和这个本身戳的这个技能都还是性价比相当高的 那么现在中路这个补刀来看的话水人目前3-5反补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穿战甲也知道自己前期的这个属性跟对方偏没什么优势 这里诈晕 不过并没有后续的伤害 对安娜的这个猴子也没有击杀的一个机会 萨尔这边也不着急 上路的补刀方面雪魔靠着自己的这个回血呢还是保持的可以目前是10-0但是没有反补过 面对神域加上马格纳斯两个人也没有拿到反补的一个机会 反过来看马格纳斯的补刀现在是9-0发育的也还不错 那中路现在是绝者的水人全面优势 猴子在下路的发育情况还是勉强说得过去 那么末日现在也很飞 那么这样的话这张比赛VG在前期的对线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来这个地方地外很坏啊 地外是用命运之笔骗了一个安娜的这个神经百变出来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穿战甲这个英雄其实是挺克水人的 因为水人这个英雄他的 血量尤其是在游戏的中期没有拿到这个类似像冰眼这样的道具的时候呢 自己的血量太低比较容易被滚滚突到自己的一些装备以后 瞬间给秒了很容易被秒 所以这个还就是在在阴影里边有多少水人会只有个三四百的血 然后有可能一个车直接就秒了 带着一个标枪 感谢咱们各位观众的这个虎粮 虎粮 这场比赛我自己给大家切欧币吧 自己切欧币的这个解说的状态会好一些 要投入一些 而且这些欧币我发现这个不是我喜欢的那几个欧币这个漏人头的情况还是太严重了一点 自己切欧币的话就是有的是场上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可能关注不到 而且照顾弹幕也会稍微弱一点 那么这里跟观众啊 直播观众先体验打个招呼 水人目前在中路是双吸带了 已经 那么下路的猴子现在的补刀是17-0 比末日要穷一些 4级的猴子 选择是加了两级的这个冲锋 那么看看这里躲掉一个命运之笔以后 安娜这波下路应该是对这个有想法 萨尔过了 然后萨尔二级加的是框 萨尔加的框应该也有机会去杀 给上一个准备用神经的表面躲一个炸出来以后再加一个电 nice提供视野 这样的话皮杰羊在下路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去压制猴子了 需要等到自己的天下莫哥复活 然后TP过来 石英剑是现在身上是一个补刀附加圆盾 那么准备是去补一个瓶子出来先 他现在这个补刀确实是差的太远了 5分钟的神符方面 猴子是跑到对方家里面 跑到这个VG上 VG这个下路的这个神符去抢了一个神符 这里看一下还差两个平A应该是 因为有雪魔的视野 所以这个平A还是给AE有notail这个地方 notail这个地方一看就是没有考虑对方有雪魔这个事 有雪魔的话有视野的你就点血量 安娜这里最后还是依靠自己的一个非常高的属性成功的击杀到了地外 这样的话安娜等于是拿到了一波单杀 现在安娜的经济应该不是太差 安娜的经济不是太差 虽然补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三条线都是VG的优势 但是由于在神符方面 OJ控的更加积极一些 再加上下路猴子的数据现在是一杀零死一助攻 上路看看这座选魔 再追神域肯定是没了 这个位置神域肯定是没了 马甘纳斯倒是问题不大 血量还比较健康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猴子的经济非常不错 甚至比中路水人还要肥一些 但是现在托普森就比较崩了 托普森的这个穿战甲现在就1500块 穿战甲这个英雄没有钱的话 他在打团战的时候还是 怎么说比较吃力吧 不说弱但是比较吃力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技能都用来 主要用来去逃生 这个平A上来就死了 弹道飞过来就死了 伤害太高了 小Y这个地方还是 那么现在个人经济方面 末日靠着自己的这个吃兵 靠着自己的吃兵 现在这经济还是不错 不过他选择加了三级的焦土 去让比赛不要 主加焦土的这个末日 在游戏的前期这个冲脸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实际以后去加上16%的焦土移速的话 可以让那个末日 在比赛更早的时间里面去拥有一个 对对方造成有效伤害 和这个击杀能力的这个提升 但是这种加点方式 对于末日在线上的消耗能力上就弱了很多了 而且末日这边也没有吃到什么特别合适的野怪 再加上他的吃兵现在有了等级限制 二级吃兵只能吃四级的野怪 只能吃四级野怪 就是不可能去吃到一些比较厉害的 像网怪啊什么这些都不能吃 其实他前期也可以去吃这个 就是丘陵巨魔牧师 这个巨魔牧师是拥有一个2.5的魔法回复光环 以及一个只消耗5点蓝量回15血的 这么一个主动回血的治疗 其实这个技能在前期 对于末日这种比较缺蓝的英雄来说吃一个挺厉害的 这里Doom给到神灵剑 神灵剑是这波在中路混迷去了 跑到下路过来送了一波死 哎呦安娜这个反补还是有点溜的 安娜这个反补很溜 这个就是你能看得出来皮羊主家焦土的一个优势了 他主家焦土所以他这波在追杀的时候伤害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不是主家的焦土 这个地方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你选魔大招给上 小艾的拉加选魔的这个沉默都给上以后 马格纳斯肯定就是死了 神灵落地以后并没有机会去救 在没有大招之前想要去把自己的对手救下来还是太困难了 那么猴子这段时间没有去受到太多的一个干扰吧 应该说是 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现在发育的还算是凑合 不过这一波好像要有人来帮 这个地方要有人来帮 没有人来帮的话 还好 还好 末日这个地方没有延刃 打断不了 大叔神域能净化末日吃兵的回血吗 这个是不可能让你净化掉 人家那东西在肚子里边 人家一边消化一边回血 你不能因为你一个净化上去把人肚子里边 你东西直接变成屎 对吧 看一下这里想使劲见识 这个位置一个戳 戳完了以后马格纳斯一个顶 但是没有刀6 没有大招 托普森这里选择开车 撞一下 撞两下 人家可以撞三下 撞三下漂亮 这波直接是王瑞的熊猫给撞死了 那么猴子来到中路以后 跟这个水人去对一会儿线 猴子在中路打水人的话 也不算太好打吧应该说 只不过就这场比撒安娜猴子 在前期的发育还可以 不过猴子这个英雄 并不能逆天啊 讲道理 这个不像以前 以前是可以逆天的 感谢赫浩宇 赫浩宇大佬的打扫 非常感谢 灰墙感谢 灰墙感谢 最恶劲撇施 直接把末日给盯回去 末日这边被盯回来 以后又回到下路 被这个萨尔的一个灵劲撇施给盯回来 雪魔这块落地以后 看看佩服过来的是一个小歪 大招已经是给到了托普森身上 托普森这个位置 就是队友给上一个磨免 再加上加一口血 那雪魔上来以后 这里直接被打出来了一个被动 无法攻击 脚蟹出来了 命运之笔并没有中 那这样呢 雪魔虽然起飞 但是并没有机会去追杀 好在后排水人赶过来 变成了托普森 击杀了托普森以后 又给了一个戳 配合队友又是收到了 CEB的马格纳斯 很nice 这个水人支援过来的位置 非常非常极限 我们应该帮助大招的中央 继续 这就是你看到这个水人这个血量 这波也就是神灵箭矢身上并没有这个标枪 如果有标枪的话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直接把这个标枪给秒掉 让水人这里被撞 还能再撞一下 还能再撞一下 他这个地方贪输出了 他没有选择再多撞一下 而是选择直接给了戳 那么这样的话 马格纳斯把小Y顶回到塔下 这波是小Y被击杀掉 中后一塔成功的防守 加上猴子并没有回来 而水人也是浪费了大量刷钱的时间 这样的话自己的经济被下落的猴子给追上了 按说水人为什么出魔龙枪 水人出魔龙枪常规出装啊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物理水人呗 这场比赛就是已经确定了谁一个 物理水人出魔龙枪算是一个标准的出装 这样比赛水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变的 变的人 说白了 自己打这个物理流的话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而且加一些属性可以防止被秒 相比较就是说 如果他去纯暴一堆大堆的敏出来的话 比较容易被对方这个石灵剑 是一个虚张声势直接秒了 虚张声势这个技能 他现在是一个物理伤害 配合自己幸运一击的这个减甲效果 有的时候能打出来一个很不错的爆发 马格纳斯把水顶回来 萨尔这块七级但是没有蓝 这样的话水是一个波浪形态 下来以后被进化掉 进化到以后马格纳斯让队友给到了一个魔免 这里在一个戳一堆技能怼到脸上 变力量的变体攻击打上去 水人这边被递回来以后 这里变车变车撞一下 找第二下的位置 萨尔这里给框大 我去 这为了杀一个取决者的水人交了多少钱啊 这是 真是品 不过OG这波对于这个水人的击杀还是显示出来这支队伍在临场的一个判断上面 做的还是相当的到位 只不过团队经济的劣势现在已经来到了四五千块钱的一个劣势 有点略大 讲道理有点略大 主要还是中单的石林剑是这样比赛稍微有点拖过腿 仗着这个授予力量也是现在 仗着授予力量的淫威 看看VG的这波三神开悟 小歪加末日加上天安波克的一波三神开悟 猴子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被看到了 猴子被看但是猴子不好杀 猴子不好杀 不好杀是不是考虑撤一下啊 我感觉 这里秒一个神灵剑是可以 神灵剑是没有大 神域这里一个大招给上去 以后萨尔的这个框很关键 定住了末日 没有让末日过来 这口马甘纳斯七级 现在没有大招这个马甘纳斯 中路的一塔还是应该可以拆 这个一塔最后是被雪魔拿掉 猴子这里用自己的幻象去吃一吃蛇肉 两个幻象去A掉两个蛇瓣 这里再往前走去吃蛇肉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VG的正面团的优势 主要是在末日手里边的一个大招 以及马甘纳斯没有大 但是他们不知道马甘纳斯没大 马甘纳斯这个没有大招确实是有点拼 石林剑手上是挂着这个兽予力量 猴子身上靠着这个兽予力量 刷钱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装备方面选择的是假腿双气弹 然后直接出散尸 正面这里直接拉住了石林剑手 石林剑手这个大招能不能开出来 现在开不出来了 开不出来了 看看队友赶紧帮他打掉身上的木 这个幻影之用 大雪魔拿大也给到了托布森身上 托布森这里还在往左走 没有圣坛 没有圣坛 尽可能的往远处走一走 让自己的队友去拖一拖时间给自己 水蚀这个地方是被给上了一个 给上了一个二连 消耗一下 萨尔现在恶劲撇势 可以发挥效果了 递回来一个水蚀 但是递回来这个水蚀 感觉好像有点打不死 有点硬 这个时候这车已经开起来了 有没有机会换一个目标去杀 托布森这个地方赶紧戳 不戳要死了 你这个站位就死了 这个站位就白给了 末日这个地方 看看自己身上的大招呢 是已经交出去了 已经交出去的话 这个地方被给上一个垫子 一个命运之笔漂亮 地外的一个命运之笔 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里CB是在对方 换影之用 扑到自己身上之前 开启了一个状 直接回来 那么就要拿一波五人团灭 nice BG这个团队打 萨尔这波也是选择了买活 买活没用啊 这你递回来谁你能打死 你打不动啊 这些人都 小白拉住 买活死的马格纳斯 美滋滋 这里还差一轮合接 马格纳斯这里 选择放了一个大自杰 没有死亡命运之笔 给上去 直接带走 NOTEL这块也是一个买活送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前前后后打了OG一波 七人团灭吧 应该是 零换七 其中两个百活死 双方的团队竞技嘉 瞬间拉开到了八千架 这波OG这个投铁的问题 OG这个队伍投铁的这个问题 就暴露出 暴露的非常非常明显 OG这个队伍 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拿到 这个TI8的冠军 也是因为投铁 但是这场比赛 就打成这个样子 还是因为他们投铁 这里神月还要拼吗 神月这个地方不拼了 被沉没了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被沉没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再拼一下 TOPSON上来以后遭遇到了一个水人 这里变平空机 给上来以后又是一个平A 直接A死 这个就是魔龙枪的效果了 刚才水人波浪形态上来的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魔龙枪的话 他的一个弹道不会提前那么早打出来 这样的话猴子的散尸虽然做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对方7100的末日 6400的水人 6300的这个血魔 完全不怕你 正面团战完全不怕你 石林剑是这边出完了双护腕以后 选择要去出一个刃甲 也是失去了梦想 成为了一个咸鱼 那个一个炸晕以后 命运之笔给上 雪魔这里一个雪之祭祀扑出来 炸一下再加上两个平A 可以直接A死了 这里给上一个副魂 再加坏影之勇 我去又是一个命运之笔上来 副魂还在身上挂着 那么雪魔过来以后 这个戳正好戳出来了一个 戳出来一个脚械 这样的话雪魔追不上了 这里猴子是找到机会 单杀掉了废的的一个小歪 雪魔现在身上已经是做出来了 一个小雷锤 然后准备去出BKB 末日山上香味战鼓 准备直接做兵甲 水蛇在魔龙枪以后 准备是去做这个蓄冰刀 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绿杖 双系列魔龙枪过渡可爱心 这个魔龙枪过渡比较少见 大部分的水蛇都会选择去出单刀过渡 或者是一个蟹脸面具 猴子在完成了刚才这波单杀以后的经济 现在是来到全场第一 7900块 这里萨尔罗尽皮士加上一个框大都给上以后的水蛇 因为已经有了绿杖 这里马格纳斯大招大上以后 猴子的散尸给上来以后 这波肯定是要追的 无论如何都是要追你的 这波位置 这个猴子开一个神经百变 变成猴子以后开神经百变 这时候车来了 撞到小歪打断一下 但是队友瞬间赶来了三个人来救这个蓄冰刀的水蛇 很凶 托普森这个位置一个车回来 但是被冲脸了 CB已经被带走 看看这个时候绝者变成了猴子神经百变往前走 拉两个幻象往前冲 自己再变回水蛇 再找机会 这里杜姆给到神经箭矢身上 神经箭矢身摆给了 开一个圣坛也是要被秒 那么这样了 Jerix为了去救他自己也要被雪坡直接冲点冲刺 漂亮 漂亮 这个投铁铁的把自己给铁崩了 又是一波0万3 人多数已经来到了17比8 这段时间是让VG打了一波10比0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10比0 甚至是个11比0 10比0还是11比0 忘了 油管里边的观众表示有点卡顿 这个卡顿的情况不是我上传导致的 这个一般是这个 就是直播的转发服务器的问题 小Y死过是吗 这里中落留住一个失灵剑士 Topsen这波被秒 小Y身上已经是做出了以太 所以这个先手距离也是相当的远 这个一般卡顿的情况是转发服务器的 有一点不太顺畅 这个东西暂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一般是等一段时间会自动恢复 末日已经是相为战鼓加冰甲了 这个冲脸的套路很凶啊 前期不去着急加这个炎刃 直接去加这个焦土 焦土是一个击杀的一种强劲 看看地外这波被猴子上来以后 直接切 怎么还差一下没切到 漂亮 猴子直接被欧瑞给A死 那么这样的话 征路二塔应该是可以高破 水尔将比赛选择先去出去灵刀的话 也是可以增加一下这里 直接波浪形态上来 这波神域很溜 他选择是在这个波浪形态同时 开启了一个命运吃猎物给自己套上一个魔免 然后再加敌对之间回血 但是无奈的是 局约者现在输出太高了 物理输出也足够高 弄死你 这样啊 VG20分钟已经领先了13000的境界 这场比赛 感觉上应该是无了 应该是无了 看书大叔猴子会成为boss吗 不会的 猴子这场比赛不可能成为boss 猴子这个英雄 他已经早就不是那个六神装可以逆天改命的英雄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中期能打赢就赢 中期打不赢就输 就中期打不赢 这场比赛就基本不可能翻盘的一个英雄 他的核心输出装是散尸 散尸这个道具分身能够提供的散尸效果十分的有限 然后呢 本身散尸这个道具的萧兰这个法律损伪的一个回馈效果 第一他不是无视魔免 第二他是一个物理伤害 猴子这个英雄本身又没有任何的 减甲能力 他又不适合去出任何的减甲装备 而一般配猴子的体系也不可能为了猴子的散尸去配减甲阵容 所以猴子这个阵容 他就是靠着散尸在中期的一个 萧兰的效果 在这个正面团战去打出来一个绝对的优势 然后呢 依靠着这个龙心还有蝴蝶这两件装备的装备碾压 然后去结束比赛 你真的说这个猴子这个英雄跟对方的大哥像水人 像这个 甚至包括像雪魔这样的英雄 雪魔很早的去出个雷锤 甚至大雷锤 然后再做个BKB 你猴子谁也打不过 他就不是一个说在游戏的这个后期逆天改命的英雄 而且这样比赛有一个天安摩克 天安摩克的有一个这个命运之笔直接可以秒清 哎呦 有这个雪魔大招给他 头不散 头不散好难受 要滚死了 把自己 直接把自己滚死了 他还被打赏一锅 讲道理用雪魔去克制食品箭矢的这个选择还是相当六 看下这块焦土加上这个 我去 杜姆这个大招其实给不给都行 都给了更稳一点 直接让雪人二连把这猴子给秒了 这里再逼回来一个noteo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应该已经可以打出GG了 已经可以打GG了 已经没有任何去拖击的必要 这场比赛现在已经稳到我上都赢了 好吧 不夸张 我上都赢了 下一波上高平推就赢了 大叔玩这个水着 我肯定不能玩这个水着 水着我肯定是不行的 你这个时候我想想这个让我上 如果让我上的话我替谁能赢 我想一想 其实这个替谁都不好说 替谁都得罪人 但是就是场面上来说 场面上来说 现在基本上我上都可以都可以赢了 就是这个差距已经大到这个份上了 看到末日 这个位置别墙的末日一点都不虚 这末日回头还给你一下 太硬了这个末日 身上带着刃甲 2300的血 又开车了 又被打了 神域赶紧给个大招 把托克森救回去 恶劲别选 盯一手 看看Jarrus这波 Jarrus这直接被带走了 滚滚是回家了以后 暂时算回来了 正面战场都跳 这又是被秒 那么这样啊 正面战场被水着上来 虚零二连直接秒 都跳以后 下路的二塔兵线已经带上来了 可以直接把二塔比较升高 这个正面团也都没法打了 替信使 我代替信使 看到这波下路的这个高地 应该是平推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能力 现在说白了 那这里被给上陈破以后 Jarrus这个框弹只定住了一个平安波克 而且没有人能上得来 因为已经被 完全是被皮阎阳再加上 这个水着变得马格纳斯 给逼到很靠后的一个位置 一会儿皮阎阳被顶到了全水门口 我去 这一个命运之笔 打了多少伤害啊 这一个命运之笔 打了多少伤害 刚才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 命运之笔全撞 水着这里一个运行刀 直接秒掉 然后最后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样水着完成超战 24分钟比赛结束 然后这两比赛 被VLB打了 打了三波团灭 知道的 真的是打了三波团灭 而且这场比赛好像 从十分钟吧 十几分钟以后啊 这个OG就没有杀过人了 一直是在被VG到处血虐 走到哪儿死到哪儿 好吧 这场比赛这个雪魔客滚滚 雪魔客滚滚 然后呢 这个命运之笔去怼猴子 加上水着快速的出锡灵刀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 打的都是相当的完美 这样的一支VG呢 还是能够去 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些更多的希望啊 希望下一场比赛 VG还是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还有势头 我是藏卧大叔 咱们稍后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2的第二场比赛 好久保持着呢 好久保持下的一支VG